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有机会再生成新的热带性低气压 不排除到时候会给台湾带来多一点水气 看到TD03预估会往西北方走 朝中南半岛方向前进 因为它是从大地亚带里面发展出来的 结构比较松散 需要长一点的时间整合 但是预估它在16 17号就会接触到陆地 所以强度的增加会比较有限 回到台湾天气 看到今天台湾一大圈红通通的 今天最高温在屏东就来到了38.4度 第二名在北部 新北38.3度 嘉义也来到38.2度 未来一周天气简单来说 第一个就是很热 今天到20号在大台北地区 还有中南部都有可能会出现 37度以上的高温 第二个要注意的一样是午后雷震雨 因为台湾目前在高压边缘 吹的是东南风 今天明天主要的午后雷震雨 会在各地山区 而星期二之后 整个西半部都可能会下一点午后雷震雨 整理未来一周天气 北部都要注意高温可能会超过37度 中部的话高温36到37度 而这边的雨一样是午后雷震雨 南部不只有雷震雨 东南风还会带来一点水气 在恒春不定时可能会下点震雨 不过很快就会放晴 东部的话比较没有那么热 高温34度左右 东南部不定时也会下一点短暂震雨 是用发落密抓气象重点 明天不少地方高温都可能会超过37度 最好要穿透气舒适的衣服 每个小时补充水分预防中暑 而且出门一定要防晒 否则晒15到20分钟就很可能会晒伤 午后雷震雨明天在山区 还有中南部会比较明显 可以带把伞出门 在台风季来临之前 也不妨赶快把握机会 先做好防汛准备 接下来看明天各地的气象数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